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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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Hello 我們的節目是 當蛋黃如想愛吃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 Anthony Hello,大家好 阿莎 Anthony,你好,我們很久不見了 這本書已經出了多久 是啊,其實是上年的 四月出的,到現在 觀眾可以見到面前鏡頭 是神之若定 封面有鬼滑 不知道我們有多少觀眾已經看過 可不可以大概說一下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即是只有我看了大半半 我有看了 一葉 我以為他方便多坦白 我有點傷心 原來這樣上來 只有幾葉 最主要是 我可以很簡短的簡介一下 就是Anthony 他突然有一天被雷劈 劈完之後 自動書寫 寫了一本書 格式就好像 幾十年前那些鬼佬出版 與神對話 與神對話 conversation with God 那個模式 就是Anthony會有些問題 神就會去答他的問題 然後透過Anthony的極速書寫 然後他完成了第一本書 沒錯 然後你現在又在搞第二本 沒錯 其實剛剛是 上一年的十月三十一號 已經完成了第二本書 那是很極速的 我想神是有些事很趕 要我們把這些訊息 告訴大家 可能因為他要趕出出版 趁著一些時間 是嗎 但是上年一出版完之後 書展就取消了 不是的 不是講書展 譬如說 抗爭完了 你要出 接著你出是要疫情的 你如果再延了一年 那些人就沒有心機看了 那就不對了 真的 應該是這樣 ISAT是講得很好 因為我寫完的時候 剛剛是社會運動 接著第二冊 就是整年就是那個疫情 那我覺得真是 好像神是有一些東西 是藉著這個社會事件 是好像說了 對 是的 那不如我又 即是你們訪問我 我又講一下 其實我認識了ISAT 一段時間 為甚麼呢 大家看看 這本 ISAT 都是我的偶像 因為很早年的時候 我講一下我們 為甚麼 因為我當時在香大學裡面 研究院裡面 是讀這個 System theory 即是讀一些 根性治療 系統治療 那時候 那一套東西是鬼佬的東西 但是就沒有想到 哇 香港有一位作者 可以寫到 這麼落地的一些 關於系統治療的東西 那時候我就在書店 一見到這個系列 哇 薛俊良先生 那我就買了差不多 除了環保心戰 好像買不到之外 買不到 好像買不到 還是沒有買呢 我忘記了了 買了之後 看完之後 哇 很可以把這個理論 加在商業的世界 或者是再大一點的System 那後期呢 就聽 New Age的解法之後 跟著 有一個叫Isaac 後期才聯想 都原來是同一個人 跟著呢 就有機會 就出了去 認識了他們 還有Isaac的簽名 大家見證 其實我是Isaac的書迷來的 我們認識就是這裡 而且又認識了V仔 我們怎麼認識的 因為Isaac 你那次送本書給我們 幫我們做了一個簽名的 是的 然後你就被迫 坐在這裏聽我說 那些Sex的方面的看法 很厲害 這個遲些我們要開一集 但很有趣的是 其實當中裏面 因為Isaac都是 就是與神對話的專家 那有時候我都會 你見不見我們有時候都會問你 其實 我都不是很肯定 究竟我 那件事是不是真的實 有時候我都會掙扎 那我記得你那時候 都有一些很好的feedback給我 你一個 都可以 沒所謂 就話說 V呢 他是會channeling的 我們在這個 在我的節目那裡已經 出了季了 出了季 是的 爆了 靈性出軌 然後呢 去channeling的時候 是有不同的B型下來的 而每一個B型就彷彿 是有一個人格的 因為去channeling的時候 會做那些出來 是似上身的 過幻 但不是上身 不是上身 但他是清醒的 我還有自己意識的 我絕對控制到自己的 是 同樣一樣 是 我絕對有自己意識 我咳 我可以去喝杯水 我看到隔壁不順眼 我可以馬上去拿 是的 然後他 那麼多年來 都經常問我 會不會是我自己作出來的 這樣 這個問題 一直都還在糾纏著 好像你一樣 又在翻騰著 沒錯 就是因為你翻騰 所以問我 是的 他也是翻騰 所以也問我 是的 現在你什麼翻騰 找一下 翻騰大師 我的答案就是 第一 你這麼多年來 經常會走下來 找我的 有限數量 而每一次我看到 那個 他的性格 和想法 都是一致 是沒有錯過的 沒試過錯到 如果你作 很難保持到 這是我第一件事 因為我教想的方式 所以我對於這件事 是很敏感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 沒有太多說服力 我雖然不像你那樣 是幾十歲的人 才寫劇本 但是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都自己寫劇本 自己編制到自演 好了 第二個答案就是 channeling的時候 你講到出來的東西 你不channel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作出來的 我不會 不是 我測試過你 是作不出來的 例如 我問他 什麼叫束子 你有沒有聽過束子 沒有 束子就是 強子對撞機裡面 會撞出來的其中一個 我們懷疑會有的東西 原子就是量子的朋友 對 類子 我說什麼叫束子 他在某個狀態之下 他搭了一大堆東西出來 嘩 厲害 而他本身的物理就是 讀到中三 而且已經給了老師 他是沒有可能做到一些東西 令到我會覺得是meaningful 嗯 這樣 所以是confirmed了這個 就是channeling的樂園 是嗎 他還試過有一次說這個 飛船為何會反地心吸力 我不相信你能作出來 我那天聽完是覺得 嘩 這麼厲害 是一個 現存物理裡面是沒有的東西 但是make sense 哇 那你快點出書 那你快點出書 但是他講完就忘記了 錄下他的限制一定 所以 有這兩個原則 我就是看Anthony寫的書 還有他 是我答單去問神 好像看到那些算命佬很厲害 那些就答單去算命 那他給我的答案 就是第一 跟這個語神對話的思考方法是一致的 嗯 就是他講話出來的那些想法方式 我覺得是一致的 嗯 不只是哲學是一致的 是再多些東西的 你講一下Anthony的部分 是嗎 他的那本書 不是 是 我們私底下messenger的一些東西 是 Anthony找你的時候 我想打斷一下 那你 因為 外國的語神對話版本的神 和你的神是否同一個呢 你有沒有問過 你的神是同一個呢 是 因為當時我第一句 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 我是看著語神對話 睡著了 然後大概下午兩點半就聽了一個聲音 然後說 你要幫我寫一本香港的語神對話 那我其實完全沒有懷疑 其實那個就是 就是所謂Leo Donald Walsh 跟他 就是channel他的那個神 然後我就走出去聽 就開始寫 那其實他一路 好像剛才Isa所說 他一路都 講的東西 其實跟那本書的內容是很一致的 嗯 那我都有問他 究竟你 你本身有沒有看過Leo Donald Walsh 有有有 是 是 是 我都很喜歡他 嗯 你會不會覺得你是被他影響 看完那些書之後得出一些 暗黑挑機王 是啊 暗黑挑機王 其實我經常都在移民 甚至我channel的時候 我問 究竟你是誰 因為我當時其實是 左又問右又問 然後我又懷疑他 又挑去機這樣問他 所以其實 我比你的懷疑更多 是啊 所以是 但是他的答案其實 怎麼說 譬如有很多時候 我當我寫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有個畫面 讓我記起 他剛寫死亡 他突然讓我記起以前 我的小鳥死了 他突然間放一些東西出來 那些東西不是我已經可以記得到的 還有很多時候 他會用一個更加高的角度 譬如我 當然我有一個看法 但他突然間用一個更高的角度去說 所以那些思維模式 其實不是我平時一路習慣開的 還有 再說 譬如我自己 都是在大學教心理學的 我會很小心 就是 那些東西有沒有 理論 背景 那些東西是否正確 那我才夠膽寫出來 還有 你做些 內容都是這樣 但是呢 當我一直channel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任何 我不知道下一句話 是什麼 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就覺得 似乎就 不像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是想說 第二個項目 就是 我畢竟都看了大本 然後我發覺 有些答案 雖然不是說外太空樹 有些答案 你是不會想到的 嗯 因為你 那個想法方式 不會偷到那邊 是 是的 很厲害 他的思維是一路 他一個更高 還有 你挑機他的時候 裡面 他會用一個 他不生氣的狀態 來回答你 是很有趣的 有時候就 就是在寫一個過程 有時候寫一個 會哭 記起以前小時候的東西 他會解釋一些東西 有時候 他會跟你開玩笑 當你覺得 搞錯神 你就經常叫我們 思想錯路實相 我不用賺錢 你會冷靜一點 我會教你方法 怎樣用詩言騰 去創造你的將來 所以其實那個過程 是一個很有趣的 conversation 是的 我由本書的第一項 一直看到尾 就發覺有個現象 就是你在寫的時候 我從你的文筆 是覺得你的內心不停地反彈 反彈 你的情緒很激動 就好像 你每一次問的問題 他給你的答案 都很驚訝 就是鬥馬星系列 是的 沒錯 是嗎 會的 很多時候 譬如 剛才說的 關於死亡的 我會記起我爸爸的東西 其實他就會 或者一些是死了親人 然後他突然又說 其實他在我旁邊 他已經來到我那裡 在神的路 在我旁邊 然後你會覺得 一直哭著 一直這樣寫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有這樣的經驗 還有 有些時候 他的答案 是遠超於我的一些標準 一些或者一些的理念 譬如 當時社會運動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有人有不同的理念 但是他永遠是站在一個更高的理念 去預視這件事 如果是更闊的話 你會看到 所以這個 可能就是你看到那種翻騰 是的 是的 其實你翻騰了幾久 因為我知道 我認識你的時候 我第一次見你 我的朋友就是介紹你 曾經是牧師 是不是牧師 是牧師 然後就脫離了教會 是的 雖然你有看預神對話 但是到你寫就不同了 到你寫的時候 你就會去回預神對話 作者那個 那個這樣的衝突 就是說 我現在又 我現在寫聖經了 是的 我還是我在那裡 涉足神明 那你有沒有這個 有 其實我想 Sky和Christine都見證我 怎樣掙扎 就是我在某一個狀態裡面 就是 剛剛 上兩個星期 我是哭了 我說 其實我是 我很害怕 人們會不相信我 說的話 其實這是很耐心的掙扎 因為我自己 譬如好像 Isep都說 我曾經在教會裡 服侍了差不多20年全職 後期覺得 教會的問題 或者是 和我自己是很不相近 因為離開了教會 我已經覺得 和宗教和神 我其實基本上是 脫離了 我都被你玩了20多年了 我不再玩了 但是現在你又叫我去 做你代言 其實我是 覺得 我是不是要回到這個頭那裡 或者是 你介不介意我問 你離開教會 是因為 收到現在這本書 那個神 不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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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其他原因 離開了很久 其實都覺得 本身教會 是有一個問題 還有我覺得 已經不再服務於我 我覺得 只是一個機構 一個人的機構 裏面的機構 主要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 In the training 沒有多久 我就收到神經病 但是其實 很多時候 在地球上面的宗教 無論是什麼宗教都好 無論你是拜阿拉的 還是拜阿葛的 還是買 不懂得牟利的都好 那個教是人做出來的 是 神 才是靈魂 沒錯 或者 我講 其中一頁 因為我經常問他 你是誰 因為我 其實 他的頻道 我就問他 其實你是誰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是誰 其實他 就有說 我是創造天上地下的神 我是阿拉法 我是 就是 阿佩奧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後的 我是初 我是中 我也是一切萬有 能量的源頭 萬物的源頭 有些人稱為我為神 還有 沒有你們之前 就有了我 我是永存的 沒有起點 終點 沒有先後 他就是一連串這樣 其實 這個跟聖經的講法 表述都是一致的 聖經都是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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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才是創始成終 是 是 這個有兩個基督教專家 是 人民專家 你 略到一點 我都問他這個問題 其實他說 我是 我在靈魂層面 或者我在靈魂的狀態 很多世之前 其實已經約定了 我們今世 香港人要在這個年代 在這個時刻裏面要覺醒 他說是因為你醒了之後 你要負責叫醒來看 你平時問他 你起床你會不會用鬧鐘 有一個重要約會 你不用 那不算 有些人醒不到 你會教幾次 我是 要鬧鐘 要鬧鐘 你可能教九點一次 九點二十五分 神就用了這個比喻 他就說 因為這個時間 就是全人類 來到一個周期的 一個周期的尾聲 他說就是 你們自己在靈魂狀態的時候 約好了神 約好了神的自己 來叫醒你們 就是說 你們好像自己 教一個鬧鐘 叫醒你自己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覺醒的一個 你可以說一個任務派給我 去叫醒其他人 所以我需要經歷 我自己都要醒 我才可以叫醒 叫醒大家 其實挺可憐的 你想想想 在整個露營裡面 最先起床 拆了牙 搞定了 穿好衣服 叫你班人 起床 一個又懶床 一個又辦廳 一個又踢皮 然後整班都還沒搞定 然後你就要看一下 在其間 有些床骨皮 就是要負責 先執拾一下 等他們起床的時候 可以盡快做到他們要做的事 是啊 實在很有趣 他說 其實覺不覺醒 你不需要大巴大瓜 這樣刮他 其實有些時候 他要醒就輕輕地拍拍他 如果他再不醒的時候 你大力點搖一下他 他說 其實如果我們再不醒 他說 生命就會用一些事情 叫你覺醒 譬如 譬如我自己都經歷到 我爸爸突然間離開 一些比較重大的事情 好像 好像 搖一搖醒你才醒 所以我想大家不要等到這些 人生的這些所謂的事件 才令你醒 這個應該是他去尋求神的時候 突然間做了牧師 但是神 你那個神的所謂覺醒 因為我們在身心靈界 經常會用覺醒 覺悟等等 是的 但是究竟他 究竟是甚麼一種狀況 這個神所謂的覺醒 是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覺醒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要知道你原本的身份 你原本的身份 其實就是來自神 其實是神的一部份 這個是他整本書 換穿很清楚地講 他說 你不是就是我 你就是我的一部份 你在最本源的時候 分裂落來的時候 你是在地球上 地面上的神 他說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 就代表你覺醒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 就是神 這個就是神的definition 當然他在書裡邊 都有講過五個覺醒的一個 認證是怎樣的 就是不畏懼死亡 時刻創造全新的自己 就是幾樣東西 就是一個覺醒的認證 時刻快樂開心 會不會一樣 就是說你覺醒了之後 你的狀態是怎樣的 都是說他被人家 你覺醒了 還有那兩個呢 還有那兩個 認證 證明呢 不是我自己想出來 我真的 channel 因為有時候 我自己都忘記了 你自己都沒看完 是 活在愛裡 還是活在恐懼當中 還有呢 從小惡到大惡 再重化到神惡 總共有五個的認證 是 小惡 大惡再 神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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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他講 那五個特質 即時刻都開心 快樂 又不畏懼 死亡 我覺得他時刻都很開心 是嗎 是啊 那你覺醒了沒有 你有沒有這兩個特質 我不知道 Isaac是一個更加高層次的 那時候我們談過 你那時候channel了說 Isaac是一個更加高次元的靈 的靈 的靈 投胎來 投胎來 遙遠的星體 太來的你 對 你不看下來 其實你都想令到我們都覺醒 我不知道 我有別的事做 是 秘密他們做些甚麼 甚麼 做系統思維 沒錯 我們唯一次要做系統思維 是啊 系統思維對神之藥部 有沒有說 我們改善我們想法的方式 我們自己 有 有有有有 其實extended 他就有一個覺醒的 他就說 其實我們不再是小我 而是 我們是一體 其實我們互為影響 無論是說 他用了很多不同的理論 說 一條村 大家怎麼去 或者是一隻馬 在一個草原奔奔跑 其實 其實一方面我們是獨立 但另一方面我們是跟整個生態體系是連結的 所以其實他說一方面我們 因為實在一句我問他就是我們人生目標是什麼 他就說我們每個人要做回完全的自己 但同一時間我們要知道跟其他所有東西是連結的 我們是一個大和 所以就是說兩樣東西是並存的 所以我不知道跟系統的思維是怎樣 其實隔壁那個人想的東西 我們都是影響的 我們甚至說其實你愛其他人 你不愛自己 一些最大大愛的東西 教育經常講的東西 其實他也是有講的 系統思維就是教人怎樣去理解你是並存的 這個 他那套其實有包含了你的內容 絕對是 但只不過presentation是用了不同的方式 是 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就是九州 你有沒有在寫的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想過你是在蝕促著神明 有的其實我也挺害怕的 因為作為一個教育背景的人 我講的東西 他又是牧師 是的 還有他是 其實你見到那本書 他經常會寫一些經文出來 你想一下 你別人拿一本書 然後之後 扔我汽油彈 或者真的插死我 都有點害怕的 但我覺得這個神 其實他沒有任何 他沒有說 他說基督教不對 他只是把神 他說再 expand多些 再去擴展 還有他說 你以前 他經常這樣說 以前你一教會受的苦 我全部看得到 所以我現在 你們等了二千年 可能直接回答你 另外一個答案 這個是令我聽完之後 震一震 這次是神可以直接告訴我 而不是透過聖經 或者純粹是一些牧師的解答 那你現在看回頭 有沒有覺得 我曾經想過 我會接觸神靈 這件事情 是很愚蠢的 是有些 但有時候你經常都會這樣 你經常回頭 又會覺得 又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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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 對Anthony 他在神 上去神的時候 就是你channeling的時候 我們都講過這個問題 跟著他回答一個很好的答案 他說神是不會被蝕蝕到的 是嗎 是 是 那次好像christian問了一些東西 覺得很要蝕蝕神 然後神直接 直接就回答 christian我永遠都愛你 你不會蝕蝕到我 那我就覺得 那個才是神 就不是我們在教會裏面 覺得我 我 翁翁一點就滅了 你小時候成 又說你落地獄 又扔下去火壺 你不回教會 不是那種神 不好意思 如果我得盡了你 你挺好教會 好 我們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留下 下一集 我們還有一些更加精彩的 topping去訪問Anthony 好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